嘶 Basically 唷 atau 之前 s ление 提早 Hey guys 等会 Hey guys 晚上好 这是我的室友 大家好 我是 servants 之前没有签薄 我应该跟大家做初次见面 对吧 嗨 大家晚上好 猪子见面 大家可以叫我小鱼儿 这个名字不行 不行 所以今天我们想给大家录一期 给家里的小动物吸 不对 因为大家都会很疑惑 在家里应该怎么自己给小动物剪职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剪职 没问题 我都去做好准备 哈哈哈 Let's go 1号种子先收 肉串 跟大家说哈喽 哈喽 你先控制住他 在给他剪之前可以先美食诱惑 一般来说小动物会有点不太乖 不太乖 他如果比较反抗激烈的话 我可以捏住他的这里 轻轻的捏 不用很重 剪的时候要一点点剪 一点点剪 不然剪得太多他会 你要看好 有红的地方 就是不能剪到的 是他的肉 然后往后来 然后往后来 第二根手指 第三根 哇好尖啊 这个 第四根 这样子五只手指都就剪完了 来来来来 换你手手 好不害怕不害怕 记住要慢慢的一点点的剪 这个 你手指的手指都掉在了他的 我的 obs 指都掉在了他的 靠指的 什么意料 哇 来来来来 他想啊 他掉下来了 然后我再另外一只 听话 吃饭时间结束 刷手指甲就剪得干干净净的 还有脚指甲 接下来鼻子牵手跟大家say hello 鼻子哈喽 哈喽 他的猫爪子非常非常的长 走 像这种地方都可以剪掉 你走到我看不见了 吃啊你吃啊 你给他吃啊 稍微挤一点出来 稍微挤一点出来 哇指甲好劲啊 你不要那么滚 吃到下巴 吃到下巴 吃点 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 只有四个小子 必吃必吃必吃 还有最后一个 哎呀 用力用力 我给你吃那么多东西 你为什么还要跑 就剪的短短的 好吗 你们两个 如果不剪短他们的指甲的话 他们打架的时候 会不小心弄伤 所以说一定要把他们的指甲 经常 经常给剪短 所以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拜